本台维语部报导,新疆维吾尔族宗教学者卡姆巴尔·阿姆巴尔·大毛拉,因不以中国当局合作,被判刑9年。 上个月21日,在和天市哈尼埃克里克镇高中,有17人被控涉及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各种罪名,他是其中之一。 本台星期二致电和天市法院办公室查询。 我想问一下,3月21日是不是判了17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呢? 我不知道。 哦,那最近有没有判呢? 我不管案子,你问这有那个啥吗? 是记者啊,想问一下? 你过来找领导吧。 涉及国家安全的是不是都是由县法院审理,还是和天市人民法院审理? 他是属地管理人员。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蒂蒂夏提, 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, 类似的这种,对于这个维吾尔宗教人士进行这个高压压制, 协谱他们呢,充当中国的这个在当地的这个一种工具, 拒绝遭遭终判的这种现象呢, 在当地呢,还一直都存在, 这些宗教人士呢都受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压制。 去年,新疆各地方法院审理数百起涉报涉恐案件数百人被判刑, 其中6月5日,新疆塔城乌鲁木齐阿克苏克州喀什和田等地法院 对23案81名被告人公开宣判分别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, 故意杀人罪、放火罪等判处各被告人死刑, 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,其中9人被判处死刑, 3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, 但今年前三个月未见新疆地方法院公布维吾尔族人被判刑, 跟拒绝公开报道袭击事件, 新疆居民周先生周二对本台表示, 政府目前要求汉族干部学习维族语言。 一位要求匿名的居民告诉记者, 清明节期间乌鲁木齐也加强了戒备, 底底下提说, 一周以来,公安队维族及汉族聚集区加强了清查力度, 担心在此期间, 习武事件遇难者家属与维族发生冲突。 地底下提说, 当局对居住在汉族社区的维族人也进行特定清查, 有点这有点真正的信息。 我们谈止好这些推移给大家哲.